我们刚刚谈到了Tish for Taiwan 为台湾而交 去年第一届安婷他们开始推 就已经有将近两百人申请 然后证取了九位 他们整整的投入校园了 安婷告诉我们 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都在做些什么 现状如何 是 去年第一届 这样主持人说的就是 从将近两百位选出九位 在台东跟台南两个地区 那其实在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 第二届也快要生出来了 好棒 所以第二届的人数 就会是大概两倍 二十人以上 那四个地区 所以除了刚刚讲的台东跟台南 马上也会去屏东跟云林 所以总共就四个区 是 都在中南部 对 在西南部跟东部 他们主要选择 你们都找什么样的学校呢 绝对都是有需求的学校 所以其实我们再去做 拓点的时候 当然其实全省跟我们联络的学校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都笑说去年开学前 我自己的电话快要变成 全省校长热线了 你们那个供不应求嘛 真的 就是有太多的学校 找不到老师 那当然一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应 这么多的需求 所以必须暂时先做 区域性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是从需求越大 然后当然也有领头羊 可以带头的地区开始 所以从台南台东开始之后 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是白人以下的小校 都是小学目前 那白人以下的话 就是六个年级 也就六个班而已的学校 所以其实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都算比较迷你的学校 是 那相对的话 他有很多弱势的一个指标 都是比较有需求的 所以 其实要理解一个 并不是当做一个补教课程在上 并不是老师们体制内的老师们 上完课下课以后 然后由这个老师们 这个我们这个机构里面的老师们 来来帮大家把上 今天上午讲的不熟悉 我们再复习一次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他们怎么样的发挥专场 带给孩子们什么 是 因为他们通过我们这边的 征选跟培训之后 还要下去考学校的 这个代理代课老师的征选 所以他们进去学校的身份 就是代理或代课老师 那当然代理或代课老师 其实他教学的科目 跟工作的内容 其实很多时候 跟所谓的正式老师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是他工作的合约不太一样 可是进去学校之后 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学校里面 编制里面的一个老师 所以他会依照他的专场做配课 他会依照他整个 他可能学校的状况 做不一样的行政工作 或者是特色发展的一个分配 所以每个学校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共通的是 他们都是学校里面正职的老师 那我们去的老师 因为跟我们这边也有签约 所以他们有几个特职 第一个是他们至少要待满两年 除非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第二个是他们就算是代课老师 一般的代课老师 他可能是终点式的 就是说他可能有课来 每课就离开学校 但是我们派去的老师 我们要求他们 就算你是代课老师 你没有课的时候 依然要待在学校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学校的承诺 因为我们相信 很多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跟关系的建立 其实不一定发生在课堂上面 所以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希望能跟学生 多一点的接触 他就是一个full time的老师 那当然我们这边 有部分的生活津贴 所以是相对的 我们提供你多一些的生活津贴 但是相对的 你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全时间待在这个地方 不能够可能 我想去这边兼差 我可能有时间再来这个学校 那么你其实没有办法 对这个社区 对这个学校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大部分都有什么样的人 他们会很希望能够担任 这个TFT的老师 去年的200位申请者平均年纪 大概25岁左右 那有大概三分之一是大学应届毕业生 另外三分之二是有硕士学位 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对那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 有的是原本就是学教育出身的 所以有的是原本就有教师证的 所以所谓的 大家都不喜欢叫他们流浪老师 但是就所谓的储备老师 在这个里面 那另外也有很多不一样背景的 像是学外语的 像是学农业的 像是学工程的 生物医学的都有 那他们其实在甄选的时候 看的也是他们重要的特质 所以我们去看他们有没有 刚刚说的这个沟通的能力 团队合作的能力 抗压性 使命感等等 那所以这后来宋之旭的九位 真的是不敢说万中之选 百中之选 当然他们都虽然是百中之选 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 自己的挑战 所以他们现在下去将近一个学年了 他们的成长都有目共睹 甚至会有校长开玩笑说 前阵子不是乡里长选举 像这样的 尤其是西南部的农村 人口外移很严重 人口老化很严重 很久都没有年轻人是自愿的 这样的一个村落 那难得有这样的 我们年轻人 所以很多人差点被推出来 选里长 因为社区都非常认同这样的年轻人 像我们有老师去盐水 他们满意面都可以打折 满意面都可以打折 其实他们的努力 虽然说是菜鸟老师 一定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可是他们那个孕育的心 跟那个孕育跟社区去建立关系 互相学习的那个态度 我觉得大家都看得见 虽然他们原来学的不是教育 像你刚才讲 有人学农业的 有人学生物医学等等 像他们所学这些 可是他们要融入这个过程 他们自己其实还是有很多 自己要先准备好了 是啊 其实整个培训是很完整的 所以就是说从录取之后 会有行前非常密集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的 五到六周的一个培训 五到六周 所以让他们基本能力是够的 但能够这么密集的时间里面 提升到一个程度 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特质 就是一个好老师需要有的特质 那这些特质 都是跟现场很多的校长 教育工作者讨论出来的 所以刚刚说的那些特质 都是他们已经基本有的基数 那在这些有通理心 有沟通能力 有组织能力 有抗压性的前提之下 再去去学很多教学的技术 很多教学的专业 跟资源的如何去运用 那他们就可以运用 上手的比较快 是 教室现场要如何的来带领 所以其实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 学校老师有的时候 会会给我们说 我不知道原来教书 可以这样教 其实有不一样的视角 可以来看教育这样的事情 不一定只有一种方法 才是对的 那他们到教育现场以后 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 还有家长 还有学校里面有一些老鸟老师们 面对这些菜鸟老师 他们比你之间怎么样互动 互相接纳 其实我们一直很强调说 我们的老师去到现场 不是说要一直独秀 说你看我教的比你们都好 其实绝对不是 他们去到现场是要融入这样的一个团队 带领大家一起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他们事前对于学校社区 要先做很深刻的了解 对于资深的老师 也要先做很多的沟通 了解学校的状况长什么样子 不是一进去学校就说 你做的不对 你做的不对 其实都是要学习的 那我们进去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支持系统 这个支持系统包括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资深老师 是来带这只菜鸟的 所以一开始那个支持的关系 就先建立起来 我们的老师 其实在我们这边的要求下面 也是每几个礼拜 就要去关其他老师的课 那他们也要邀请资深老师 来关他们的课 所以去形成一个非常 透明成长的一个社群 在这个地方 那资深的老师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那包括说我去学校 如果看老师们的时候 曾经有资深老师 就把我拉到旁边说 安婷我好 谢谢你送这个老师来 我就开玩笑说 为什么他这么菜 你怎么谢我 他说你知道我在这个 教学体制里面 日复一日 很多时候早就忘记 我当时候做这个 我当时的初衷 我的理想 但是我看见他 我想起当时候 那个做实习老师的自己 唤起热情了 整个那个热情是会传染的 是 整个学校的气氛 可能因为这个老师来 整个提升不少 那当然专业上面也是 其实很多的老师 他可能在学校现场久了 他的资讯或许没有那么发达 或者他身旁并没有太多 学习的机会 所以他并不知道说 现在有什么新的资源 或者现在有什么新的教法 或者是新的一些哲学 他是可以运用在教学现场的 所以我们的老师 年轻有他的优势 他可以把一些新的工具资源 带来学校 他也常常去跟资深老师学很多 跟家长沟通 跟学生沟通的技巧 反过来资深老师 也可以跟他们学 原来新的做法有哪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彼此的循环 有没有人已经告诉你 说两年太短了 绝对是 其实我们很多的老师 我们把两年看 就是一个最基本 最少的一个承诺 两年也是我们完整的 一个培训的 一个另类的学位 那两年之后 有很多我们的老师都 希望能够继续留在教育现场 所以他们想要回去修教育学程 或者是说他们 或许不是当正式老师 他们想要在其他教育机构 或者是当教育学者 来改变整个教育 所以让很多不一样领域的人 现在都来到教育界 共同努力了 你看到这个第二届贝征的老师 当然我不知道多少人来申请 但最后三百个 三百个更多嘛 所以一年比一年多 你认为这代表了什么 其实年轻人的能量 这几年在台湾 我觉得没有人会质疑 大家都看到年轻人在乎台湾 或许在街头上 很多这样的热情的一个场合 可是其实街头上很多时候 它是重要的 可是它只是一次性的一个场合 有没有更多可以让年轻人 长时间去投入重要的事情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那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所以刚刚您有说 有没有人会质疑说 他们的热情是浪漫的 没有办法真的走下去的 那我觉得 他们光是留得下来 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他们最好的一个辩护 因为我们认为热情跟使命是不一样的 所以来报名的三百个人 绝对都有热情 可是有多少人真的有使命 可以走得下去 那个是我们去看的事情 也是我们去希望可以去培育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要走下去 不是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 确实 因为热情常常要被无情的消磨 但很可贵的是 被消磨了之后会更炽热 但是光靠炽热的热情 这个大怀境不改还是不行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请安婷 来跟我们谈谈 这整个教育体制上面 有哪些问题的癥结 如果每一个老师可以去发掘的时候 他自己做工作成就感也越大 从筛选读失陪的学生的时候 或者是到整个去减合老师的时候 去慢慢的把一些更重要的价值 去体现出来 而不是只是看我们老师考试的能力 感谢观看